吴尼朗 米宝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 县政府从107年争取辟鉴瑞穗日照中心案 历经了17次的流标之后 终于在10月5号顺利举行了动土典礼 县长徐真卫 卫生局长朱家祥与地方所会首长贵宾盛大进行动土 由于这也是全县13个乡镇卫生所第一间的日照中心 县长徐真卫就说 未来提供长者民众复合性的长照服务 实现在地老化 第一产 一等照顾动土开工建设电机不地方 拿着金产往下挖第一产 争取推动4年多 瑞瑞桑日照中心新大楼 终于在今天顺利动工僻建 第三产 身世平安 孕运吉祥 万事圆满 福眠长 恭喜恭喜 大家共同祭拜 祈求神明保佑工程顺利完成 场面隆重 环利县卫生局在107年 争取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办理日照中心的兴建 因营建材料物价及人力成本 大幅上涨 累积17次流标 终于在109年12月标出 县卫生局承办客 主义客服 点滴在心头 因为总共发表17次 那期间向中央在中学两次的金贝 第一次是566万 第二次是639万一千元 那总共到最后 总共凑齐了3000万元的一个金贝 才好 不能才把这个金贝凑齐 然后能够来完整这个标案的一个部分 若是向日照中心大楼为全县13乡镇卫生所第一间的日照中心 县长许正位高度重视 亲自到场主持动图典礼 并亲自向地方相亲说明 未来日照中心规划成复合型服务中心 提供从预防到照顾的长照服务 提升在地长者弹性且静变性的长照服务 实现在地老化 因为中区完全都没有日照或者是小规模多机能的 我们的日多站 只有我们的这个关怀居点 所以在尤其在我们瑞税地区啊 是一个非常老人化的 所以我们更要强健强化整个中区的日照 除了今天的日照这个中心的成立以外 我们更希望有小规机的成立 或者是居家日间居家的拖域 今天上午良辰及时盛大开工动土的瑞税日照中心 预计将在110年7月完工 三层楼的建筑环境空间 逐层分别设置日照中心设施 诊监多功能空间 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之外 也可转型小规模多机能使用 另外还有长照人员办公会议及训练空间等等 全面友善的空间 提供在地更完整的长照服务及完善的社服工作 记者时遇蓝瑞税采访报导